台湾民间每当神明绕镜出巡 或是镜香割火或丧葬典礼 民众都会聘请民俗议阵参与游行 议阵不仅添增气点的热闹气氛 也使民俗议阵得以保存 虽然绕镜静香的主角是神明 但吸引民众看热闹的焦点却是艺震的表演 庙会活动提供民俗艺震表演的机会 而艺震表演也提升了庙会的艺术性 因此绕镜静香不只是宗教祭典 同时也是民间艺术活动 连接机动表演的民俗艺震 就是台湾式的行动剧场 台湾艺震大都属于业余组织 成员多由社区民众组成 平时各有工作 在庙会或应邀出镇前夕才集中训练 早期的艺震则都附属于角头庙宇 镇头则是神明架弦乐队或记忆团 艺震的组成是为了当地的庙会 而庙宇也负责艺震的训练及运作 社区青年参与社区镇头 由宗教信仰做基础 加入镇头不仅能做休闲娱乐或习义练舞 而且更是参与地方公务 服务僵里的具体表现 因此出镇时并没有酬劳 台湾的艺震虽然大多是非专业团队 但却是真正的民间艺术 它的表演形态简单 却是民众自创的艺术形式 艺震种类繁多 则象征民间丰富的生命力 技工阵的步伐似废不醉也算勤快 福德阵的步伐则显慈祥稳重 其脖子上并长挂咸光柄 攻信徒取用 其余各式镇头则大多显现威严并激 让人敬畏 神将镇一般包括 金车 木车 挪车 三太子镇 福德镇 雷公镇 招财进宝神通镇 千里眼顺丰尔镇 汤照二元帅镇 季工镇 关平及周仓镇 七爷及八爷镇 牛头马面镇等 大仙汪子镇之总和名词 神将镇在绕镜镜活动中 是不可或缺的主角 但在一般民宿庙会中 除了殿阴三太子之外 是很少有神将镇的出现 哪吒 殷商末年成堂关总兵 李靖的第三个儿子 金炸 木炸的弟弟 是灵珠子头胎 所以成为三太子 三太子在封神之后 统帅宫庙五营神兵的中坛 所以成为中坛元帅 三太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天性 让许多神奇也畏惧三分 将魂天灵在海上搓洗一下 就让龙宫震荡不安 敢大闹龙宫 探打死东海龙王 另一三太子 踏倒水晶宫 捉住蛟龙要抽筋为条子 引来寻海叶叉 以及一系列后来的纷争 这些的传说 再加上西游记的故事情节 让人觉得三太子是非常厉害 又调皮的小孩子 封神之后 三太子毕竟依天规形式 可就不能再为所欲为 由于三太子 由此调皮天性 使其不似其他神将严肃表情 变因三太子也就因此而诞生 是台湾兴起的一种表演次文化 成为传统民族异政与三太子的结合 台湾民族异政团体在初旬时 密间结合了电音与三太子 不料此种新鲜的表演形式 尽大受民众的欢迎 仿校的民族异政团体逐渐增加 进而形成一种台客文化的热门象征 无论是民族活动 传统民族庙会或是妈祖道兴进香 电音三太子都是必有的艺术镇头 而有别于其他神将镇 在三太子异政与来自武厅的电音结合之前 三太子异政的人偶是没有咬奶嘴 戴白色手套和各式眼镜 而衍生出人们讽刺为神明的三太子异政 会有三太子咬着奶嘴 戴着各式眼镜 舞厅里常使用的白色手套 甚至拿着荧光棒 随着摇头电音舞曲《摇头晃脑》 骑着改装机车行进的奇景 成为台湾另一种特有的文化及宗教信仰 神将是一种神偶 在传统座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各地对这类神偶各有不同的称法 北部称大仙汪 中南部则称神将或童子 一般认为神将的出现和北馆的发展有关 约十九世纪末 蓝阳平原的北馆分列为西皮和葫芦两派 两派各自发展而互相较劲 尤其是神明庙会的绕镜活动更是拼管的时刻 据说一开始是西皮派 先派出五龙来凑热闹 葫芦派不甘示弱地 躺出大仙的哪吒来较劲 象征哪吒抽龙金 西皮派也不甘示弱 躺出拖塔天王李靖来表示 李靖收挪炸 如此一来一往 地别苗头 也为庙会添增许多热闹的气氛流传至今 取凡各项妙与相关活动 都可以见到神匠的踪影 神匠的构造头部 以前是以木雕制作 现在则大多以玻璃纤为灌模 重量较轻 但也缺乏变化性 大型神匠身长约有 成人两倍高的化妆神像 其外表与寺庙中 缝似的神像雷同 内部中空 胸口有视窗 让扛弄者可以见到外面 由一人穿套期间扛弄 行进时动作夸张 五步沉稳 让神匠双手大幅晃动 达到显示其微舞有佳 震慑十足的形象 给人庄严肃穆的感觉 马祖绕进进箱时 马祖的两大护法 千里眼与顺风儿一定会出现在 马祖的进箱队伍当中 而且每一地区的马祖庙 必定会有自己的千里眼与顺风儿 所以我们在前往马祖庙参拜时 就可以见到马祖神像的两侧 一定有两尊神像 千里眼与顺风儿 在保护马祖 一般来说 神像通常是成群结队 很少有单独出现的 所以神像造型繁多 都互相搭配 以达到互动的效果 神像除增添庙会 镇头热闹的气氛外 也可以见到信众争先恐后的 像神像乞讨身上的咸光顶 或是简石绑在背后的膏前 这些都成为人们辟邪祈福的平安物 在大甲妈祖绕进镜箱的镇头中 除了可以看到神像团参与其中之外 镇头中的福德弥勒团 太子团 神童团 装医团等 也都属于此类镇头 近年来 除了定音三太子疯狂地受到喜爱之外 神将镇也成为了镜箱团的主角了 每年各王府千岁 诞辰纪念日 或是各地绕进镜箱团 都会有神将镇的相伴 台南市南昆生代天府 五府千岁进镜箱团 就可以见到上百尊的神将镇 各路神仙都到齐了 季公镇七爷八爷 都会在这齐聚一堂 相当的热闹 当然 神将镇出巡时 必定会跟随一名以上的鸡童 鸡童在道教仪式中 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鸡童是人与神明或鬼魂之间的媒介 虽然被称为鸡童 但实际上也有年纪很大的 神明上身则称为起鸡 而整个过程又被称为伏鸡 在台湾鸡童又称为鸡蓄 常见的神明起鸡 有王爷神 太子爷 天上圣母 祭公等 在香港则有祈天大圣 关公等 有时也有家属的灵魂 孤魂野鬼等 鸡童的工作 除了当人 鬼 神之间的媒介外 还有收鸡 有时甚至有治疗绝症的用途 不过其实实际效果 还尚未得到证据 此外 鸡童可以分为文鸡与武鸡 神明附身在他们身上时 称为起鸡 台语称为启童 而文鸡起鸡 大致以吟唱口述的方式 开办盛世时 帮信众解脱 五鸡童鸡与武鸡与武鸡 主要是帮信徒驱魔阵杀 在绕近彩阶 手臂直无保 并用长铜针来贯穿脸颊而封口 熟称灌口针等仪式 鸡童有其特定的神灵对象 并非所有的神灵都有鸡童 例如玉皇大帝 三清道祖 或是土地宫 有印宫等 一般是不会有代言鸡童的 鸡童的主要神灵代言对象 称为真武大帝的玄天上帝 中坛元帅哪吒三太子 济公齐天大圣等等 当然也有名不见经传的王爷 仙姑甚至是鸡童自创的神明 鸡童在将神的时候 藉由炉香 神轿 锣骨 以及鸡童本身等方式 由法师送念普安派 或是吕山派的皱纹之后 再供请鸡童守护神降临的皱纹 在神桌前方的鸡童 逐渐呈现神灵附身的动作 身体战动得越厉害 并且挥拳乱打桌面 如果手中拿着另箭与棋 则会挥舞或是用剑击打桌子 口里念念有词 这时神灵才算完全附身 至于鸡童是合而来的 通常鸡童的来源有三 一是先天的由神明挑选 并施予个人各种症状 使其担任鸡童 二是老鸡童的传承 年老的鸡童退休之前 会找一位合适人选继承一波 三是后天的个人自行启童 受现场情境影响而启童而成为鸡童 原来自行启童的传承 这时的鸡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经过庄童庙主神挑中为鸡童之后 还必须经历闭关受尽的训练过程 才能成为首童 否则是会被淘汰的 过去五鸡童大多为男性 而今也有不少的女鸡童加入 鸡童的法术大约可以区分为 必须流血的乌气 与不得流血的法式两种性质 其中所谓的乌气就是五宝 指的是七星剑 铜棍 鲨鱼剑 月斧 刺球 鸡童做法时 必操五宝一件血 因为血是一种建成 剔血与浮力的象征 鸡童操五宝坐镜 就是闭关 也称受镜或是暗镜 通常一进到七进不等 一进七天 首先要摘件沐浴 地关多在庙宇相防 四周门窗紧闭 禁止与闲杂人等接触 并用红绸布遮光 一方面防人窥视 另一方面也防邪气进入 坐镜期间 除了有自我清心寡欲之外 主要学习的有 神灵附身 曲斜压煞 与乌气法术的秘密 坐镜结束即行出镜 出镜就是鸡童坐镜坐镜完毕出关的意思 需要在法师或是老鸡童的带领之下 出关这天通常是装头庙的大事 首先要操五宝法器 见血已表示已受玉皇大帝的任命 再来则实行一种仪式 例如破火或钉桥或是爬高梯等 表示破镜出关正式成为鸡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